科技早报 谷歌因违反欧盟隐私将被罚1.7亿美元 小米回应印财政部追缴税款 法国数据监管机构 法国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将分别对谷歌 Facebook罚款1.51欧元 6千万欧元 联一是这两家公司违反欧盟隐私规定 文件显示 Kill将对谷歌美国和爱尔兰业务分别处以9千万欧元和6千万欧元的罚款 对Facebook爱尔兰业务处以6千万欧元的罚款 联一是该公司未能让法国用户轻松拒绝Coopy跟踪技术 Facebook和母公司Mita的一名发言人表示 我们评估当局的决定 并继续致力于与相关当局合作 谷歌尚未置评 谷歌公司利用年度国际消费电子展科技大会 展示了其设备之间即将加深的联系 并预览了Android手机对于解锁更多汽车的支持 谷歌在周三宣布了一系列将在2022年推出的增强功能 包括更快的将配件与运行 Android货物课比基本系统的设备配对 通过VR智能手表解锁运行谷歌系统的设备 并且在产品之间共享内容 这些新功能类似于苹果公司 在软件和硬件方面所做的工作 该努力以促使消费者购买更多类型的苹果设备 长期以来 苹果一直吹捧其生态系统优于谷歌 理由就是其设备的紧密整合 现在 谷歌正试图在这种体验上匹敌苹果 例如 谷歌P4O8字耳机能够快速与Google TV Android TV以及客户故事被配对 类似于苹果iPod字耳机与Apple TV机顶和Mac配对 Twitter周二表示 就在美国国会大厦发生暴乱事件一周年前夕 该公司召集了一个团队 准备处理与该事件相关的任何有害内容 Twitter 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 被指控帮助极端分子在2021年1月6日 组织了针对国会大厦的围困 当时 实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冲进国会大厦 阻止国会确认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总统选举胜利 Twitter称 公司召集了一个有网站诚信 信任和安全团队成员组成的跨职能工作组 专门处理国会大厦预期一周年相关内容 将关注煽动暴力的根和账户等风险 Twitter没有透露监控团队有多少人 半导体行业高管表示 对于从电脑游戏玩家 到汽车制造商的芯片买家来说 短期内无法解决导致价格上涨 和生产延迟的芯片短期问题 英伟达CFO克埃克克雷斯周三 在摩根大通科技汽车论坛上表示 该公司预计下半年的供应将有所改善 英伟达生产的显卡芯片比零售价高出数千美元 芯片代工商革新CEO汤姆 陶尔菲尔德表示 很难想象未来两年我们会不谈论供应问题 我认为2022年不会有任何缓解 美国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以及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周三 致信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一 要求谷歌不要再试图胁迫司法部 反垄断部门负责人乔纳森坎特回避其反垄断案 谷歌应该专注于遵守反垄断法 而不是试图用这些不得体的策略操纵系统 信件称 去年11月 在坎特的提名获得参议院批准后 谷歌要求司法部审查 是否应该让他回避 与该公司业务有关的案件和调查 纽约最高执法官员周三表示 17家知名公司的100多万个在线账户 遭到黑客攻击 这些黑客重复使用了 此前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被盗密码 这种策略被称为撞库攻击 涉及一名网络犯罪分子 试图通过部署之前公开的用户名和密码 反复访问某人的账户 用户名和密码在网络攻击中被盗后 有时会在暗网或黑客论坛上发布或出售 纽约总检察长立地下詹姆斯表示 目前有超过150亿份被盗凭证在传播 使得这些用户的个人信息处于危险之中 1月5日 印度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称 在调查发现有逃税警围后 已经向小米科技印度私人有限公司发出通知 要求向该公司追缴65.3亿卢比税款 当天晚间 小米回应称 小米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合法合规经营 并遵守经营地的相关法律法规 小米称 此次印度有关部门要求小米补缴的是 2017年4月1日 至2020年6月30日之间 与特许权使用费相关的进口环节税金 与小米近期业务无关 且该官方声明并非最终结果 亚马逊宣布 他将在2023年 从汽车制造商C&T购买数量不详的电动送货车 该汽车制造商此前已经表示 他将在那一年推出其道 其Promester商用车的全电动版本 C&T是去年由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和法国PSA集团合并而成的公司 他没有正式透露这些电动货车的具体细节 这一消息宣布后 亚马逊支持的电动汽车公司 微并论口价大跌11% 菲特克姆公司Mita Platforms 周三表示 无计划停止开发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设备 所运行的新操作系统 此前消息称 Mita已停止开发针对其VR设备和AR眼镜的新系统 该系统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年 涉及数百名员工 分析人士称 该项目被搁置 标志着Mita试图掌控其Oculus VR头衔 以及未来的增强或混合现实设备底层软件的努力遭遇挫折 菲特克姆公司Mita已经申请 对英国竞争监督机构的裁决提出上诉 该裁决要求其必须出售流行的动画图片平台GV Mita此前表示 监管机构的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其结论 即这次收购对竞争对手构成了威胁 可能会影响网络广告行业的市场竞争 在财报延迟发布 投诉增加等负面消息传出后 奢侈品电商四库有限入新危机 根据天眼查 1月5日北京四库商贸有限公司 新增破产审查案件 申请人为柴陈旭 经办法院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天眼查显示 2021年四库共有7笔相关股权被冻结 总价值为1.53亿元 从财报数据看 在2020年第三季度后 四库就陷入了亏损 此后 99未发布2020年第四季度财报 以及2021年第一季度财报 2021年11月9日 四库终于发布了2020年度的财报 财报显示 四库2020年营收为60.2亿元 同比下降12% 净亏损为7186万元 流影转亏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请不吝点赞 订阅凰网科技